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請問我們今天收看下面的植物大戰殭屍啊 大家看到我們右上角這邊的話呢 我們又存到100鑽石啦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來買一下 我們下一隻大家推薦的植物喔 那這邊的話 大家就跟我講說 辣椒應該是可以買起來喔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買一下辣椒 聽說辣椒的話 好像是可以一次燒一整排的那個 一整排的那個殭屍的喔 所以我們就先來買一下他 那大家的話 剩下的我們也只剩下那個花生啊 跟我們這個 那個 電風扇花花喔 還有這個什麼 欸 拉巴 什麼Gurava 這看起來好像是那個岩漿果實喔 跟我們這個 縮小花 只剩下4個這個鑽石的囉 那剩下的話 應該就可以就是 把鑽石存起來 看要去做什麼東西 然後 最近有人跟哲平講說 留言跟哲平講說 就是其實這遊戲 是有skin的是不是 哇 這遊戲還可以讓我們那個角色有skin 我覺得還算是蠻酷的 你看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我有打活動啦 所以我這邊的話 有skin衣服喔 但是 有skin衣服好像是不會加成什麼一些能力的這樣子喔 那我們今天買的是我們的辣椒 我們來看一下辣椒的威力到底是怎麼樣子喔 來看一下 今天的話 如果順利的話 打到下面兩個關卡的話 應該是可以再取得另外一個全息的牆壁植物喔 這牆壁植物的話 好像應該是比堅果還要再硬一點點的感覺吧 來看一下我們第17關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用一下我們今天剛買的香蕉 這邊是不能讓殭屍超過滑滑 這個也是蠻 喔有牛牛欸 哇有牛牛 那這個有點麻煩 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的話來唱一下那個 香蕉的威力齁 來看一下 不是香蕉啦 不是香蕉啦 白癡我剛剛是不是都一直在講香蕉 喔辣椒啦 香蕉嘞我的天 然後這邊的話 臥瓜 土豆地雷 其實土豆地雷跟臥瓜好像選一個就可以了 但是臥瓜這邊的話 聽說他的等級好像往上提升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讓他跳兩下 然後好像是可以直接把一隻殭屍巨人給打死 這是觀眾跟我講的 我覺得還算是還蠻厲害的說 這還蠻厲害的喔 然後我想一下這邊該怎麼辦 其實後面植物越來越多真的是很難去取捨 你知道嗎 就是你不太知道要放哪些東西 對阿 這個好了 然後 可能 因為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誰啊 不然土豆地雷跟臥瓜選一個好了 我們選臥瓜好了 然後這樣子應該 ok吧 好 就這樣子 然後 這邊比較麻煩是不能讓他們超越花花 不能讓他們超越花花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 頂難受的欸 說真的 因為我們陣線沒辦法拉太後面這樣 然後我們可能一開始就要先那個 先把窩瓜的費用先準備好了 來了來了來了 那應該是放在這邊就可以了吧 放這個位置 他應該就沒辦法過來了好不好 他應該過來的時候應該就會被壓扁 應該是ok的 他會跳過去壓他 如果我沒有判斷錯誤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好不好 我希望我是沒有判斷錯誤啦 壓他窩瓜 開壓開壓 水啦 一級必殺 沒有問題好不好 會壓人的呱呱就是好呱呱 然後他的話大家跟我講說他是那個高配版的 土豆炸彈的感覺 土豆地雷的感覺 因為他是不用需要CD時間 因為像土豆地雷的話他是要種嘛 他一段時間才會再出來 但是 這個多了50塊錢 但是他是 直接觸發了 這我覺得還算是蠻厲害的 然後我們這邊先 先用一下這個 好 這邊的話完全沒問題喔 然後先看一下 該怎麼辦 好 這邊的話我們可能這邊再一個窩瓜吧 然後先把這個 先弄好一點點 先把一隻這個養起來齁 先養起來 先把他養起來就對了 然後這邊 放一個那個 也是放窩瓜吧 我覺得窩瓜今天這個表象好像還不錯喔 因為他可以直接就是 一級必殺 我覺得還算是行 先讓他們直接一級必殺起來 然後第二排這邊的話應該可以放個那個 放個導向 好不好 放個導向 這樣應該就穩了 好不好 第一隻養起來了 第一隻養起來了 然後我們這邊前面這隻可以放這個墊墊的 開墊開墊 這樣應該蠻穩妥的 蠻穩妥的 他有點快 他有點快 夭壽喔 這扭扭也太快了吧 可是他會直接噴過來欸 好險好險好險 我開始hold不住了 有點太快了 有點太快了 太快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辣椒一排直接燒 這還蠻厲害的 說真的 辣椒777 好 然後 哇 有點緊張欸 我們這邊其實 陣線沒有安排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 我覺得我們已經 非常盡力了 窩瓜真的蠻強的啦 你看窩瓜可以直接壓扁一隻那個 防衛士兵 777 然後來看一下辣椒如果 辣椒能不能開大招啊 不行辣椒是不能開大招的 但是 他也是可以直接一擊必殺很多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 這隻也是還蠻厲害的 佼佼者喔 窩瓜的話我們可以這樣子 然後開大 開大 沒有欸 哇 哇 他是一隻 大招很難抓欸 我的天 但是我覺得目前來說 我們應該是穩妥穩妥了 好不好 穩妥穩妥 應該是蠻穩的 哇 來來來 窩瓜 開年 快 亂壓亂壓 可以可以 一下一隻 一下一隻 再壓 然後有沒有 這邊剛好壓回來 再壓一隻 哇 真的太猛了 這個 神算 神算超強的 然後全部給我上火 可以 好不好 我們先靠兩隻鑽石直舞 好不好 直接打天下 這兩隻真的是太強了 那個導向技跟辣椒 辣椒真的是超保命 他是可以直接燒一整排的 真的是很不錯 難怪大家會推薦要買他 然後窩瓜這也是蠻強的啦 跳完之後再跳牌原位 然後再繼續把那個 警衛士兵殭屍給他壓死 777 啊 超強超強 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 燒神的啦 行行行 好 那我們這邊要再去看一下我們第18關喔 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 這雙鑽石陣型啊真的是 還蠻厲害 尤其是那個辣椒真的是 好不好 完全不會後悔 因為他可以直接就是 燒整排的 哇 雞雞來了 雞雞來的話這邊 哇 可是這邊是沒辦法放太陽花的 雞雞來的話 大家就跟我講說 好像第4也是可以讓雞雞比較痛苦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 閃電花花一樣還是 比較厲害的存在喔 那 這關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能就是沒辦法放太多那個 放太多會那個就是 比較麻煩的生物喔 墊墊花這邊 125然後第4100塊放一下好了 大家都說了嘛 那我們就照做 然後 欸 碗道夾125 這夠不夠欸 這麻煩175 然後放屁辣椒 重點是有那個雞雞我覺得 有點麻煩 好不好 這邊的話可能 倒向來一隻吧 倒向來一隻 然後這個 然後火炬看看 然後小地獅我們有帶了 所以就不用 然後 讓這個有新造型的植物登場一下 然後窩瓜 這關也沒有什麼太恐怖的殭屍 所以應該是還好 所以窩瓜應該可以不用 然後 就帶個堅果吧 順便來看一下就是堅果的威力 不是聽說堅果可以那個 可以讓他那個什麼 讓堅果那個 就是快死掉的時候可以讓他復活這樣子 好 我們就先這樣子 然後他要給我們大招啦 所以應該是ok的啦 然後 先這樣子看看狀況再說 好不好 反正也可以不用這麼快把那個陽光花完 好不好 這個就是 大家跟我講的小秘訣 然後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盡量 送多 喔唷 這可以喔 這可以 這可以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穩定 我覺得應該就這樣就好啦 對不對 對不對 應該就是各種那個 各種墊墊花 好不好 直接開墊 應該是ok 然後 我們這邊再種個兩隻那個 島象 好不好 對 再種個兩隻島象 應該 應該好 應該會好 對 應該好 因為可以用那個 來保護一下那個 不要再鬧了 雞雞太多了 有有有 這樣就ok了 這樣應該ok 然後 你可以再看一下哪裡需要保護 好不好 哇 開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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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但是我們現在 都守住了 都守住了 這樣其實應該就可以贏了吧 我覺得 哇 雞雞開墊啦 等到他們那個 快過來的時候 上面那一排殭屍都已經出現之後 我們再開那個 再開一下我們的污名秘部 再開一下污名秘部也可以 你看 島象級這邊 超爽 這個要不來弄我們 直接先把他弄掉 好不好 太省了 這完全沒什麼問題 哇 可是很多這個猴子耶 我覺得可能要先那個了 有有有 這兩隻 他們都是慢慢跳的 所以還好 我們可以直接跟蹤這幾隻 然後雞雞直接被我們那個鎖住 ok 我們錢都還沒花光 哇 這個感覺有點 有點麻煩喔 太多隻了喔 開個大 開轉 先把他們鎖死 可能還要再轉一下 再轉一下 我們這邊絕對 因為我們錢太少 所以我們沒辦法就是 讓一隻犧牲喔 來 烏魚密布 開墊開墊 再放一隻島象 這樣應該就穩妥了 好不好 哇 打雷下雨啦 出來洗衣服啦 這樣應該是ok的 穩了穩了 好險好險 大招全開 好險這邊 我跟你講這邊如果沒有那個的話 我們打雞雞已經很痛苦 然後這邊取得一個全新的這個 很像豆腐的 超大堅果啦 這個我們明天再看一下他的威力如何 應該還是蠻酷炫的喔 那我們基本上跟大家介紹了我們的辣椒 我覺得辣椒還算是蠻好用的 因為他是一整排的火焰啦 雖然他也是 就是棒一次儀式性的 但是他也是可以救命的那種 我是覺得還算是蠻ok的喔 剩下四隻的鑽石生物啦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再來存鑽石 然後把那四隻全部埋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就是 用我們台幣來慢慢解鎖一些植物了 大家如果想特別看哪些植物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到時候我還會再問大家啦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喔 好 那們運行王這邊啦 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啦